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这个频道 今天这集来跟各位聊 我在高三那一年如何误打误重的参加南投联姻寺 参与法师主办的在界学会 我在里面学到了一生受用的保障 很多东西当时觉得很痛苦 没想到二十年后应用到现在上班族的生活 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帮助我达到身心健康快乐的状态 最后我会分享 我在里面学到其中一个特别的法门 叫蒙山诗史 这是如何帮助我增长我的慈悲心 那您也许会问 为什么我需要增长慈悲心 对我有什么帮助呢 根据我学佛的理解 以及现在的科学也慢慢证实了 我们周遭的物质环境 其实就是我们的意识念头创造的 一个人如果常常保持着不失的心 想要帮助别人的心 而且也真的常常去做 那这个人会因为他的巴士田中 充满的都是善业的种子 他周遭的依报 也就是所谓的物质环境 也会慢慢的转变 变得风云富足 故事回到2004年 那一年我高三 深深受到大学指考压力影响 加上脚受伤 蹭了一年的拐杖 整个人生超级痛苦 每天被逼着念书考试 一点都不喜欢 考前最后两个月 进了冲事班 每天漫无目的的进去补习班 看着惨白的水银灯光 漫无生气的同学脸孔 恐莫横飞的讲师 每天在说 这个大考是人生 多么多么重要的战役 看着堆积如山 还没有读完的书 当时觉得人生真的是超痛苦 这样的日子 到底还要忍多久 大考那天到了 我记得是个台风天 我的考场淹水 我们湿透了进去考试 考完了 我记得过了两天还是三天后吧 同学开始纷纷庆祝 纠团 我印象很深刻 几乎全班都要约去墾丁玩 但我回到家 我妈竟然告诉我 她帮我报名了一个山上的佛学营 于是 考试后隔一天 我们就坐车前往南投 当时 我只是觉得 问号问号 为什么同学可以去墾丁狂欢 我却要去这里修行呢 但一方面又觉得 人生已经苦了这么久 好像多苦个十几天 也没差吧 于是我就去了 进去之后 第一个印象 师傅跟我说 把手机锁到抽屉里 然后接下来就是十天后 才能再用到手机了 师傅还笑笑的跟我说 你应该撑得住吧 该不会两天就下山了 这十天中 我印象深刻的几个点 首先是生理上的挑战 第一个 过午不时 这个我当时觉得超硬 我当时的体重大约八十几公斤吧 每天都要吃很多的饭 每一顿都要加饭 所以一去 师傅直接说 每天只能吃早餐中餐 着实的是吓到我 我真的在盘算 会不会两天后 我就饿扁了 准备下山 但是呢 这个人的身体真的很奇怪 前两天比较不适应 晚餐的时候 还是会惯性的想吃东西 但是到了第三天 身体就真的转变了过来 所以过午不时 这是我第一个身体上的转换 第二个挑战是吃素 当时我是一个高中毕业生 没有吃素的习惯 去娱乐街吃空肉饭 那到山上的这天 我知道要开始吃素之后 我就很紧张 我打定主意 我的早餐跟中餐 一定要吃超多 因为我怕晚餐我会昏倒 但是没有想到 零一世的早餐中餐 比想象中好吃太多了 而且它的分量也很足 所以非常意外的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无痛转换 第三个挑战是 每天晚上十点睡 早上三点半起床 当时我记得是这样的 一个准高中生的生活 应该是十二点睡 早上八点起床 所以一开始听到 晚上十点睡 早上三点半起床 也是着实的吓到了我 我记得前两晚 比较会翻来覆去 睡不着 担心这个待会爬不起来 但是没想到第三天开始 整个身体就慢慢转过来了 甚至三点半 学长还没有开始打板之前 我自己就会先醒来 第四个我注意到的细节是 在联姻室 所看到的洗脸 洗手 沐浴用的肥皂 都是一种非常非常清澈 没有香料 香味的一种洗剂 我当时看到觉得很神奇 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 没有任何一点味道的肥皂 或是沐浴乳 不过这个还好 毕竟当时是高中生 还没有怎么样的体会过物质生活 所以当时只是觉得新奇 二十年后 我发现 这些都是人生超宝贵的建议 又分成两个方面 身体上 第一 过午不时虽然很难 但是我发现 生病的时候 少吃真的是最佳良药 第二 吃素 虽然吃素对大部分人 还是蛮困难的 但是一旦真的吃素之后 会觉得身体变得很轻盈 负担变得比较少 生病也减少了 第三 在联姻室 他的床是单人床 而且床垫比较硬 这个其实也是蛮实际的 因为长大之后会发现 让睡觉回归单纯的睡觉 不要因为床太舒适 而在床上滑手机 伤害睡眠品质 第四 没有香料的沐浴乳 这个也不难理解 过多的化学物质 反而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一切都回归最简单 自然的最好 那么在法理上 其实后来也发现 这就是所谓的八关灾界的精神 八关灾界 除了最基本的杀 道 淫 忘 酒之外 又多了三条 所谓 过午不时 不坐卧高广大床 不香花慢 庄严其身 不歌舞昌悸 这些其实都是 佛陀为了让在家居士 也有机会 种下出家善根 特别制定死界 让后世众生 能因此界 而获得安乐 无上利益 什么利益呢 幽婆色界金云 受此八关灾界 除五逆罪 其他一切罪 细皆消灭 所以怎么说呢 这个整个过程 算是误打误撞的 去了山上 修行十天 受了八关灾界 事后感觉 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 影响我的人生 很深远 所以默学在这边 也鼓励大家 有缘的话 应该要排除万难 来去受八关灾界 好 整个十天里面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课程 很踏实 那这边 我就先专注在一个点 里面有一个 非常非常特别的法门 叫做放蒙山 这对当时是一个 佛教门外汉 一个普通高中生的我 真的是非常震撼 我的第一个震撼是 佛教是很主动积极的 我记得从小长大的印象是 鬼是存在的 但是鬼很可怕 不要主动去招惹他们 小时候看玫瑰之夜 都被吓得半死 但没想到 佛门里面有这么一个仪式 是要主动召请 所有恶鬼众生 来我们面前 我的第二个体会是 咒语的威力不可思议 我曾经听过基督教里面 耶稣基督将五块饼 两条鱼 分给五千多人分食的故事 没想到佛教里面 也有类似的辨识真言 我的第三个感受是 广大的慈悲心 就在当下 当我在山上念这些 蒙山事实依鬼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我会很害怕 但没想到 在当下 我完全都没有觉得害怕 我第一个感觉是 这个咒语还蛮好听的 包含像是 普遭请真言 开咽喉真言 辨识真言 这些真言 在念的时候 都有一种 非常非常庄严的韵律感 就像是 他们真的有脚步声 走到我们的面前 接受这个法布施 我们修持此法 将佛力 咒力 心力 合而为一 观想这些食物 变化百千万亿 供养百千万亿众生 可怕的感觉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慈悲的感觉 透过佛的说法 我们了解到 原来我们眼睛看不到 但其实有很多 无数的恶鬼众生 他们每天 食物到他们面前 会化成火焰 他们看得到 吃不到 那我们透过这个方法 透过佛力加持 将食物供养给他们吃 这个方法 真的是非常的慈悲 我曾经大概连续三年 就照这样子做 每天做蒙山失食 风雨无阻 我会在每天 自己晚餐 吃饭前 先做蒙山失食 我心里常常想的是 那这些恶鬼道众生 一定比我还痛苦 我凭什么 比他先吃饭 以这样的心情 我会很自然而然的 将蒙山失食 融入我的每天生活中 后来因为小孩出生 我比较忙碌 我就没有做了 但是我回顾 当时在做失食的 整个三年 我的人生 不管在物质 心灵 健康方面 都有很大的提升 总而言之 我变得比较快乐 好 接下来我会简单分享 我在做蒙山失食的 几个简易步骤 在分享之前 有一些要提醒的点 是我后来参考了 一些法师提醒的 我觉得相当的受用 这边也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 鬼道众生 跟人道众生一样 都还有分别心 所以最好不要今天做 明天不做 这样他们也会觉得 你很没心 所以最好衡量 自己确定有一段时间 真的是有空档 每天可以抓出个 15 20分钟 而且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这样的话 就可以去做 如果真的因缘变化 像我当时一样 因为比较忙 而变得不能做了 那也要在心中 诚恳地跟他们讲说 弟子某某某 因为今天因缘变化 会先停止失食 日后待因缘具足 弟子会再修持此法门 我想 就像参云法师说的 我们是一颗成心 我们常常做 偶尔没做 他们不会怨我们的 第二 最好先跟家人沟通 你会做这个法门 因为毕竟 家人在不懂 这个道理的情况下 突然间看到你 每天在招请众生 可能也会吓到 因此毁谤佛法 这样也不好 第三 我看到有些老师会说 要注意一下 你的体质 是不是所谓的敏感体质 这个呢 也就个人要判断了 我个人的经验 在那三年 我做了失实 我是完全没有任何 负面的感受 我是越做越欢喜 身心健康 也越来越提升 第四个很重要 外境是由念头创造的 念头有了偏差 外境也会跟着扭曲 我们失实 是要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有了悲心 就会遭感福报 我们失实 不是要跟这些鬼道众生 做一个trade off 做一个交换 说我给你食物 你给我功德 不是这样的 一旦你这样想了之后 你的心量 就会变得很狭小 很狭小 这样子就跟这个法门的目的 完全违背 好 接下来我会简单分享一下 我做失实的步骤 我以前最常做的 就是去Seven买 矿泉水 草莓吐司 或是花生吐司 然后巧克力 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巧克力 我会心想 我如果喜欢吃的 我也会想要供养给 无量无边 十方众生 这是以前很常见 我在私食的一些食物 那我今天就简单的示范一下 蒙山私食的遗鬼 南无佛陀耶 南无达摩耶 南无神切耶 南无本师 释迦摩尼佛 南无安住大地菩萨众 南无一切隆天善神 愿以为神 加爱互助 我今造勤十方岔土 便虚空戒 一切六趣 二龟有勤泪 以三宝微神立故 息之我所 普召请箭言 解冤解真言 开言和真言 变识真言 甘露水真言 甘露水真言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妙色深如来 那么广伯深如来 那么离不畏如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妙色深如来 那么广伯深如来 那么离不畏如来 不供养真言 甘露水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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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念 如等鬼神众 我今施辱共 此时便十方 一切鬼神共 最后回向 愿以此功德 回向给十方法界 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 兼人离苦得乐 消除业障 福慧增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无障碍 好 以上就是我一个 简单的诗实的仪轨 网路上有很多 不同的版本 但还是一样 我想要强调的是 这是我个人 后来采取的仪轨 如果今天您 已经有学习 某一位法师 所教导的仪轨的话 可以不用学 默学的这个步骤 好 那做完诗实之后 待会我会将 这个巧克力吐司 以这杯水 拿去楼下的这个 我通常是找花谱 土地等等的 就把它撒出去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纵上所述 如果各位因缘俱足 我非常非常推荐 大家修习此法门 除了佛经上所说的 一切种种功德利益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这个法门 在促使我们生起 广大慈悲心的效用 非常的强大 如同前面说过的 念头 意识 创造的外境 慈悲心 不失心 遭感的 就是一个令人无所畏惧 丰饶富足的环境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